接下来来看到花莲振兴券从12号开始领取 假日两天的发放率就已经高达80.5% 接下来还有平日4天的领取期 发放率渴望达到9成以上 而县府也提醒民众 领取期限直到10月18号下午5点为止 预期补亦补发 一大早卓西江公所大门就出现乡民排队 原来他们是要来领振兴券 有些人假日上班没有时间来领取 也有帮家人带领 还没有拿到身份证影印的 这些星期一有空档 马上就先来排队领取 因为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有证本 其他的证件都在儿女身上 还有子女身上 包含户口名簿 然后要我委托领案 还要等他们身份证影印 花莲振兴券从12号开始领取 假日两天发放率已经高达80.5% 接下来还有平日四天的领取期 发放率渴望达到九成以上 县府也提醒民众领取期限直到10月18号的下午5点为止 预期不予补发 民众也都希望拿到振兴券 先买基本的生活用品 花莲振兴券是用在县内实体店家 包含食、衣、住、行、玉、乐等多元消费场域 而且使用的期限已经由今年的年底延长到明年114年的2月28号 鼓励民众积极消费使用 透过实际消费来支持在地业者 花莲人挺花莲人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卓西香采访报道